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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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的考证 我翻译了那么多的点集 这里边就是从来没有年寿的记载 关于妖怪的传说 其实是一直根植在中国人的这个骨髓里面 它一直都没有断 它留下了大量的典籍的著作 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那日本对于妖怪的这个态度就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因为日本它的妖怪 其实真正的妖怪和妖怪文化 是从可能唐朝的时候才开始 也是受中国的这种奇怪的影响才开始 其实到现在可能我们当世界 尤其是西方人他们提到这个妖怪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孤阔鸟啊汪粮啊天狗啊等等 全是中国老子们创造的中国的妖怪 为什么在你们的时候变成了日本的妖怪 新知新智前言 大家好我是一个TALKS讲者张玲 过年啊大家都中国人特别喜欢的 那个传统的节日啊 然后一家老小团聚在一块 呃关于这个过年有很多的这个传说 尤其是中间提到了叫年寿 我研究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传说是有一种一个一种非常凶猛的这个怪兽 每年的那个那个时候会下来到村子里面惹祸 这个时候为了为了驱赶他 大家会燃放鞭炮等等 然后把这个首页把这个年寿赶跑 这是我们流传比较广的一种关于年寿这个妖怪的说法 但是根据我的考证 呃我翻译了那么多的典籍 这里边就是从来没有年寿的这个记载 然后呢我也问过相关的专业的民俗学家 包括一直研究就是相关的传统节日的民俗学家 他们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关于这个年寿的 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头的记载 我就是很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可能让大家失望 就是这个年寿中国的典籍里边没有记载过 为什么会产生呢 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呢 就这个呃是 就是现代的某一些人的一个以讹传讹 就他创造了这个说法 然后大家都觉得挺好的一个一个故事 然后呢把它给传播开来了 另外有可能就是说 可能会有在典籍里边记载过 我们没有发现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 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某一个地区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关于这个年寿的传说 然后被人家发掘出来了 然后呢给推广出来 但是据我的研究 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 呃在某一个地方有关于年寿的这么一个传说 中国人喜欢用这个炮 过年放炮仗 去用响声啊 去驱逐一些东西 其实呢 这个呃 驱逐的这些东西是有 有专门驱逐驱赶的妖怪 这个妖怪叫什么 叫山骚 山骚这个妖怪是一个深山里头的一个妖怪 就当时可能中国的就是 人类刚开始去生活的时候 可能要面对的是一个自己不太知道的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苍茫的一个世界 那个时候可能周边的这个大山林立 对吧 也有森林等等 所以人们对早期对于山里面的妖怪 是非常的恐惧的 那山骚是一种什么妖怪呢 这种山它的个头不高 记载了一边就是它的形象是什么 高四尺 我们知道这个三尺就是基本上一米嘛 它可能就一米多一点 不高 全身呢是赤身裸体的 这个山骚这个形象 就是它这个妖怪 它喜欢吃螃蟹 它和人类接受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它喜欢喊人的名字 就如果它喊你的名字 你答应它了 那它就会把你给吃掉 大概是这么一个妖怪的形象 所以人们这个在 尤其是这个节假日 节日的时候什么 就为了防止身骚 从这个山里边 到人的村子里边 就会用炮仗 放炮仗 这种巨大的响伤 把它给赶跑掉 中国人他人放鞭炮啊等等 他其实是为了去驱逐一些 当时他们认为的一些 不好的妖怪的东西回下来 那关于这个 我们过年的时候会 家家户户 会贴春帘 对吧 我们会贴这个门绳 其实这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传说和习俗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门两边左右两边贴的这个门绳 门绳可能更早的时候 我们现在贴的可能就是 秦琼秦书宝 对吧 他们俩这个形象 其实更早的是什么 是神书和玉律 他们俩 神书和玉律传说当中就是他是住在这个山里面的 就是一座大 一座大山里头的这个专门去驱除吃掉恶鬼的这么两位 我们说是大神吧 所以慢慢的演变之后会演变成后面我们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门绳的这个形象 那从这个神书玉律 然后到我们后面变成了那个玉池和这个这个金琼他们俩 其实这里头也是有一个流传的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中国人的除夕其实讲究的是一个呃 这个辞旧迎新我们把去去去去年一年的收获总结把去年一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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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对对于新年的愿望去表达出来那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个哎我们要把不好的东西都给他赶走我们要迎来更好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好的东西里边在古代人为瘟疫啊妖怪啊等等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他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愿吧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来 来表达出来中国的妖怪和我们提到妖怪和大家大家有可能第一反应是妖怪是不好的 是是封建迷信或者是说呃是是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按根据我的研究或者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其实中国的妖怪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认为他就是封建迷信或者是他就是不好的东西 其实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就是中国妖怪故事全集这本书里边一共有1080个妖怪 就基本上把中国的所有的传统妖怪都网络进来了 那根据我的这个研究和树立我觉得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妖怪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带有人情味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中国的妖怪 我觉得首先就是一定要有这么几个认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妖怪呃是他的历史非常的长 就是从我们说有万年妖怪的这么说法就是可能从我们这个中国的老祖先们一再在这个土地上 开始反映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个妖怪呃和妖怪文化的存在了 他的历史非常的长 那他的数量非常的多 就是从历朝历代几千年来关于妖怪的记载 关于这个妖怪的传说 其实是一直根植在中国人的这个骨髓里面 他一直都没有断 他的时间几千年的这个文化 他的时间非常的长 他留下了大量的典籍的著作 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在中国妖怪和中国妖怪文化这里头 是更多的是当时的人对于社会的认知 对于当时的 比如说一些社会学呀 一些心理学呀 包括一些历史学呀等等 就是他的一些反应 他里头可以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东西 你看我我从我个人来说 比如说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读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二十四史呀 是这种典籍的时候 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大的历史事件 就是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就记载的是帝王将相的事 那比如说我们说唐代 比如说汉代 比如说宋代 那平常的这个老百姓 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个里边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没有很少 那我们从哪里面看 可能更多的就是从这些很微小的点击里头去看 那妖怪和妖怪文化 其实就是扎根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当时的人间的烟火器的一种反应 他们记载的都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那个时候的一些传说 从这里头是能看到当时人们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一种反思 或者是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 包括比如说这种饮食文化呀 这种日常的生活呀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量非常多 它也是一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非常保护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封建迷信去一味的去排斥它 觉得中国的这个妖怪就是不好的 这一块可能我们跟日本做一个比较就知道了 我们知道妖怪是中国创造的 中国土生土壤的东西 然后传播到我们整个的东亚的一些文化里 包括日本 包括朝鲜 包括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那日本对于妖怪的态度就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因为日本它的妖怪 其实真正的妖怪和妖怪文化 是从可能唐朝的时候才开始也是受中国的这个 这种意外的影响才开始 他对妖怪的这个日本妖怪的这个研究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到了这个19世纪末期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他们创造了这样就叫妖怪学 就第一世界上第一个把妖怪当作学问去研究的这么一个国家 因为当时是什么呢 是这个明治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 这么一个整个的日本是向着西方的文明去学习 然后呢 他们可能觉得就妖怪这种东西在在日本属于一个要破除的东西 所以他们刚开始见了妖怪学就是想证明这个东西是 是一个非常落后腐朽的东西 那后来慢慢他们就发现什么 这种态度和研究方式不对 为什么 他们认为这个日本的这个妖怪其实是日本日本大和民族 包括日本人的一个历史文化 包括心理各方面的一个 包括一些民俗 各方面的结合的一个东西 它是日本文化的一个 内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发现就是和世界的文化做一个对比 他们发现这个是日本 非常特有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们就把日本的这个呃 妖怪当作了日本文化的一张名片 加以大力的挖掘研究和推广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很多的一些文学界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戒传龙之界像这样的文学大师 他们也去以妖怪的题材去创作了大量的这个小说 文学的作品 然后到后期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影视 然后漫画等等 这些行业文化行业的人全部都参与进来 共同的去发掘去整理去推广 那在社会社会上 比如说我们大他们的大学里面会有专门的妖怪学的设立妖怪学的博士 他很重视这件事情 那官方对这个事情也很支持 日本的民众会经常的组织一些这个妖怪的巡回展 然后日本的比如说某些特色的地方 他会专门针对一个妖怪 然后来进行一些整理 甚至有一些妖怪的博物馆 其实到现在可能我们当世界 尤其是西方人他们提到这个妖怪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他就是现在妖怪成为日本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而且是非常大家认可比较喜欢的这个面片 那到他中国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们因为各种原因的话 对于妖怪的这个认知 其实我觉得应该学习日本人 就妖怪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一部分 我们首先要建立这个观点 呃不能把它简单的当作封建迷信 或者是不能简单的把它当作不好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这个认知 我们才才会更好的去去去去推广这个 这个要中国的妖怪文化 什么是妖怪 因为呃你比如说我们世界上任何一门学问的话 它建立起来肯定是要首先要把这个 你研究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定义给下了 比如说我们说妖怪学那是那肯定是研究妖怪的学问 那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妖怪 那关于什么是妖怪的话 其实我们先说日本这边 日本这边的话 刚开始建立妖怪学 简上原了老先生建立这个妖怪学的时候 他对妖怪下列的一个定义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这个 他呃说到了一些妖怪的一些特性 但是他没有很科学的给他准确的给他解决的 比如说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飞碟对吧 嗯 他也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飞碟他就不属于妖怪 所以后边一代一代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妖怪学的学者 他对妖怪都下过一些相关的定义 但是我觉得啊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像我说的 就是他不是那么精确的把妖怪给定义掉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定义 日本妖怪学对于妖怪的定义 他有些地方不不符合中国人对妖怪的理解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就尤其是妖怪学在中国实际是属于一片空白的地方 没有妖怪学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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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科学系统的总理 所以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也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妖怪的问题 那做这个工作的话 首先你要对中国传统的这个中国人 我们的老祖宗们对于妖怪 他是什么一个一个理解 其实中国人对于妖怪的话 他是我觉得有两句话特别好 就是说我们说的就和我们认知的 平常觉得这东西不一样的东西 反物为妖非常责怪 但是简单的这么说的话 其实还没有触碰到他的这个核 没有触碰到他的这个核心 那等到了这个 这个干那个近代的那个干宝的时候 宋生记的作者的时候 他提出来一个一个科学的第一次把妖怪这两个字合在一块 妖怪精气所依附这一 妖怪这种东西他认为是世间的这个 我们说万物有灵嘛 世间上的这个精气依附在这个这个东西身上 他会产生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那因为他身上这个精气 然后呢发生了一些错乱 发生了一些变异 所以他会产生出很多奇怪的意象出来 中国的这个参考日本的这个妖怪学的定义 然后呢又从中国人传统的认知当中 我给妖怪下了一个定义 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妖怪 就是根植于现实生活当中 和又超乎我们传统的这个人类的认知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物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东西给 对于妖怪的认知给总结到位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根植于现实生活土壤里边 不是说我们自己平衡创造出来的 我写个东西写个小说 或者是怎么着 我创造一个东西就叫他妖怪的 那不是的 他一定要根植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苏神记 我们看这个纪云先生的这个粤维草堂笔记 甚至不送能先生的这个这个聊斋 他记载的都是准确的 就是某年某月某日 或者是在哪一个村 或者是在哪一个县 某某县 大概有什么什么人叫什么 他才发生遇到一个妖怪 他基本都是记载的是 我们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一些故事 一些妖怪的形象 你包括我们古代的中国古代的很多的典籍 他都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不把西游记里边很多的妖怪立进来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西游记他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小说 他很多的妖怪的形象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这个形象他就不属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妖怪的范畴 那这里面的妖怪算不算妖怪 我觉得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西游记里的这些妖怪 其实他是取材于当时社会作者 把之前的这些东西拿过来做了一个加工 自己又创造了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缺乏一个现实的这个土壤 对他属于自己创造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不属于这个中国的传统这个妖怪的范围 所以就我就没有把这些东西给收入进来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是妖怪之后 可能我们要接下来解决的就是这个妖怪他可以分为多少种 就他的分类的问题 那这个分类 嗯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你要非常的准确 就是呃能够根据这个妖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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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核做一个非常精确的这个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可能出现一个妖怪 他既属于这一类又属于那一类 这个是不可能就一定不能交叉 对 所以我做的时候做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呃做了很多细致的一些研究 然后后来呢去根据中国已有的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已有的这种这种这种说法 就我们老祖宗对于妖怪的一些一些说法去做这个分类 但日本他们就很好 日本做的分类 比如说他们把妖怪分为真怪石怪什么虚怪等等 就他玩的是一个文字的游戏 就就是他很空洞 他纯粹是为了分类而分类 那中国人老祖宗对于妖怪其实他会有一些认知 然后后来就是尤其是参考一些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这个道教的一些说法 其实我把它分成妖精鬼怪四类 我觉得是非常还是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什么是妖呢 就是人之假造为妖 就是什么是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 就是人身上发生了变化 然后呢以一种妖怪的形象出现 或者是动物变成了人的形象 那这样的话就叫妖 精这个字呃这个这个词的意思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物质当中最纯粹的那一部分 精华的一部分 叫精 然后呢这个精这个字在古代的话 它和这个这个情是通用字 这样的话我们就很简单就可以理解 就是就是这个物质当中最精华的一部分产生了人类的这个情感了 它就叫精 这个当中里面包括一部分什么呢 就是这个动物它没有以人的这个形象出来 然后它也产生一些变异 那这个话也归到这个精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鬼是什么鬼 魂魄不散为鬼我们都知道 当然这个魂魄不散 我们可能更多的认为这个鬼就是人去世之后 魂魄不散 其实也不是 除了除此之外 就是动物它去世之后 它的这个魂魄不散也出来就是一些奇怪的事情 这也叫鬼 那怪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就是这个出来这个形象就是一方面它可能和我们的传统认知有一些相似 但是呢又和我们这些东西不一样 就是或者是说它这个东西根本就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就叫做怪 这样的话我觉得妖精鬼怪四个分类的话 就是它既很科学的去解决了中国妖怪的这个这个分类的问题 另外方面就是它不会出现交叉 不会出现一个妖怪又既属于精又属于妖不可能 就是的话你给它做的很精确 然后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类 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框架 定义和框架就会被确立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去去研究它 就是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其实说白了也是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个妖怪的感情 这种感情是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 就是我出生在一个中国的晚北的一个农村 它是传统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一个一个地方 我小的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样 就是大家有可以看看网剧 可以对吧看看电视剧刷刷剧 那个时候我是八零八十八四年的出生 就属于八零后 那个时候可能乡村中间就是经常停电 然后也没有也没有很多的娱乐 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晚上或者是 对对对坐在大槐树下 或者坐在这个桥头 在在讲故事 那讲故事当中很多的都是一些怪谈 就这些怪谈一方面可能是大家就流传在这个区域的 很久很久的这个怪谈 经典的怪谈 还有一些就是真实的身边的人碰到了发生的一些怪谈 这里边就很多的妖怪的故事 那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妖怪的故事 后来长大了之后 看了很多的这个典籍啊什么的 就对于知怪这一块的这个故事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这个妖怪的形象很好玩 那真正让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做的事情 是接触到妖怪学之后 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妖怪学之后 然后有一年就是在上海参加一个动漫展 看见就是一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中学生 穿着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cosplay 都是妖怪的形象 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我说你知道你穿着这种妖怪吗 我说你知道什么妖怪吗 他说你看孤狗鸟啊汪凉啊天狗啊等等 他说全是日本的妖怪 当时我真的是很震撼 我说这全是中国老祖宗创造中国的妖怪 为什么在你们的日本当中变成了日本的妖怪 所以当时就觉得 我们老祖宗创造的这些东西被人传到了日本 那被反又反流回来 然后被大家认为小孩这么认为是日本的妖怪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刺激特别大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东西 妖怪的东西值得发掘整理 让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哪一些是我们中国的妖怪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 App 观看 这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